我們今天受害人 這麼多 通通是 沈思環 把他們拿去購戶的 我們所有的被害人 都 房子都被中華地政事務所的沈思環代書 拿去購戶 購完戶設定拿去地下錢裝借錢 尾款遲遲都不還 這麼多受害人 大概損失了哪些 損失了什麼 最高的三千多萬 最高的一億九千多萬 我個人是所有裡面最幸運的 他在過戶的時候被我攔截下來 其實事實上那兩百萬在國泰四華銀行 他是那個到那個 在李保裡面 他又前幾 九號 應該說是 就是那天 那天8月7號的時候 去蘋果日報爆料 說我那個兩百萬 我賣皇屋後悔 其實事實上我怎麼後悔 不可能的 那個裡面都有 分東及西啦 裡面都有李保的很清楚 而且那個錢也是在銀行裡面 還說這個詐騙集團 還說 我去到那個他的律師事務所 還是什麼 中華地政事務所 我從來沒有去過 我怎麼找六個黑道的去 去跟他們恐嚇勒索呢 我們的案子是去年 11月23號簽約的 然後呢 同一個賈買方 朱克利 在他名下 從10月11、12月就有三個人 那我們馬上都報案了 然後而且就直接 就直接告詐欺 假如說我們認為檢察官 就是士林地檢能夠快速的偵辦的話 今年就是我後方的這個 其他的將近十位 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一樣的地點在中華地政事務所 然後代書一樣是省事辦 然後簽約都是在一簽約 現在一個禮拜左右就過完戶 過完戶 就一個禮拜又去設定 那設定完就不給錢 到現在已經過完 這個到了交屋日期以後 人都人間蒸發啦 這個是每一個案件都一模一樣 那我們會收到的是什麼 他跟我們要求去開調解庭 但是調解庭不是沒有到 就是來呼嚨一下 完全沒有誠意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合約 共同的手法 短期過戶 跑去跟民間借貸 他們合約上寫要跟銀行借貸 他們居然通通跑去跟民間借貸 借出來的錢呢 各位應該給誰 借出來的錢是不是應該給賣方 結果他們一毛都沒有給賣方 這不是詐欺是什麼 他們是詐欺 這些人同一組人 同一種手法 同一本買賣合約 同一個結果 不是組織犯罪是什麼 我們的司法不要辭來的正義 不法所得追不回來 這些受害者怎麼辦 一個案件就是一個家庭啊